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组成字符正则表达式最基础的字符称为原字符 原字符包含了我们键盘上所有的字符内容 那么其中有些字符并不是原来的含义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在了解原字符的之前 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修士符 刚才我们把修士符写在哪里 修士符我们写在哪里 写在正则表达式的后面是吗 就是那个两个斜杠的后面是吗 或者在写我们的newregexp的时候 我们写在第二个参数里 记得吗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士符 修士符一共三个 第一个是矮 它的意思是不敏感大小写 你搜索矮 我可以大写给你查小道 小写给你查小道 听明白了吗 这叫不敏感大小写 第二个G就表示执行全局匹配 查找到所有匹配 而非找到第一个就停下来 就叫全局匹配 就是我们刚才用的是吧 第三个叫m 它执行多行匹配 执行多行匹配 就是我不是只执行这一行字 我可以多行都可以匹配 这三个 这三个东西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讲 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简单认识一下 现在不了解它有什么作用 对吧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字符 那原字符是什么样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显示的 这里的斜段s就是原字符 这里蓝色的所有内容都叫原字符 反正看到长得很怪的东西 就是原字符了 那么这些原字符到底是怎么拼的 怎么写进去 它是按照一定规律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查找某一字符史 例如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它的内容是cut 那str.much 我们以后跟这个用的非常非常多 我们在这儿跟这个用的非常非常多 much str.much 查找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当中写cat 它表示要查找的这个内容是 前头第一个字符是c 紧接着后面跟一个a 再紧接着后面跟一个t 睡着同学醒醒 把眼睛睁起来 睁大了眼睛 那么它表示我们查找这个字符 后面紧跟着a 再紧跟着t 这样的字符就满足需求 听听了吗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字符当中 我们能不能查找到这个cat呢 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打印什么呀 打印这个cat了 看一下 查找到cat了 是吧 那如果我们在后面还有个acat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查找到几个 一个 一个 是不是一个 因为我们没有写全局是吧 修士福没有写 所以它又会查找到一个 并且会指向这个是在哪里 对吗 如果我要查找到两个 我在这里写一个G 修士福 它就会查找到两个 表示在这个字符串当中 出现了两个被全局匹配的 对吗 所以在这里 第一个情况 就是在 在 那 正则表达式中 直接使用字符 直接使用字符 字母 字母字符 字母字符 表示 查找 这个连续的字符 这个很好理解的 对吧 很好理解 是连续的字符 对吗 好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当中 有一个c 再有一个at 那我们这个查找 会怎么办 查找到几个 一个 是吗 那如果想要查找两个 我后面就还需要再写个什么 i 是不是 这个时候就查找到 两个 全局并且怎么样 全局并且不区分大小写 听听听了吗 全局并且不区分大小写 我把这几个分别分开 第一个是不加的 第二个是加个g 第三个是加g加i的 全局不区分大小写 好 这个很容易就能理解了 那么下一个我们要来认识的 第一个要用到的 复杂型的原字符 叫点 点 这个点的作用呢 它就是用来查找 我们所对应的 某一个替代品 替代品 原字符点 原字符点 它的作用是通配符 作用是通配符 什么意思呢 我呀 STR等于一个 CAT COT CDT 这个字符串 如果我们使用普通的这种查找模式 我们使用STR.match 然后里面给入的是CAT 那么只能找到几个呀 一个 是不是 如果我希望把COT CDT CAT都能找到 那么我们中间这个 就不能使用A了 因为A是一个确定的字符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使用什么 C.T 点在这里的作用 是通配符的作用 点 点 在这里 在这里 是通配符的作用 如果这里还有一个C.T 那么符合这个条件吗 符合吗 能一共找到几个呀 是不是四个 我们看一眼 这时候我们就能找到四个 CAT COT CADT 和C.T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点在这里 就是通配符作用 通配符作用 那么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是C.D.D.T C.D.D.T 那么能不能找到呢 抱歉 不能找到了 抱歉 C.D.D.T 是不能找到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通配符点 只能代表几个呀 一个点 只能代表一个字符 一个点 只能 代表 一个字符 你要想代表 多个字符 只要用几个点 俩点 俩点 能找到几个 几个 一个 是吧 俩点就只能找到 一个 俩点就只能找到一个 能理解吧 好 那我现在 如果我就想查 后面的 C.D.T 那该咋办呢 因为这个点 已经成了啥意思了 痛被浮了 是不是 我们没办法 用来查找C.D.T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 使用前面 学过的一个东西 叫做 转译 转移 STR.match 那C 转移 这样打写的 点 它表示把这个点 转成字符串 把这个点 原字符是通贝符的意思 把它重新回归为 字符点 听明白吗 然后再写后面的内容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查找到 警察找到 C.t了 警察找到C.t了 因此在这里 我们如果 如果 如果 需要使用 需要使用 使用 点字符 而非 而非 通贝符 通贝符 就需要 需要 使用 转移 转移 转移的方法 就是 斜杠 点 斜杠 点 斜杠点 完成转移 斜杠 转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位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啊 如果有两个斜杠 这指啥呀 有两个斜杠 它表示把斜杠 转移成字符 斜杠 是吗 所以实际上是查找谁啊 C. 一个斜杠 T. 听明白了吗 C. 一个斜杠 T. C. 一个斜杠 T.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是 点的作用是代表通贝符 它的作用是只代表几个字符 一个 只代表一个 听听了啊 好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字符基础 原字符基础 是 是